来关注一个关于乌克兰局势的一个综合报道 第一个关注点就是乌克兰总统泽林斯基在6号签署了有关于创建无人系统作战力量的法令 另外一个关注点是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表示 他会到扎波罗热核电站去视察并且评估安全局势和潜在风险 还要关注到的是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伯雷利 6号也访问了基辅 将会讨论欧盟在军事和财政方面进一步支援乌克兰 乌克兰总统泽林斯基6号签署了有关在武装部队创建无人系统作战部队的法令 这一新的作战力量将作为独立军种存在 泽林斯基当天在发表视频讲话时表示 无人驾驶装备已展现了在陆海空的作战效率 无妨将扩大无人装备的生产并将相关经验系统化 泽林斯基指出无人攻击机已经协助乌军在多次攻击中成功殲灭敌人及其军备 预料无人系统作战部队将会令军方在战时中取得更多进展 另外泽林斯基同一天在基辅与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举行了会谈 双方讨论了扎波罗热核电站当前的安全局势和潜在风险 格罗西表示他将于稍后到俄罗斯控制的扎波罗热核电站 了解乌克兰一半核资格人员被去进入核电站工作后 核电站能否运行以及使用多年的油燃料是否安全 格罗西强调他们要对这种燃料的状况进行独立的安全评估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伯雷利6号访问基辅 自俄乌战事以来第四度房屋的伯雷利表示 他将讨论欧盟在军事和财政方面进一步支援乌克兰 以及基辅在加入27个成员国集团的改革道路上取得的进展 欧盟上周批准了已向为期四年的500亿欧元的乌克兰贷款 这对基辅来说是一个重大推动力 葡萄牙外长克拉维尼奥6号也在基辅与乌克兰外长顾列班会谈 克拉维尼奥强调乌克兰的胜利不光是为了乌克兰 也为了欧洲的稳定与和平 因此葡萄牙有义务尽力支持基辅政府 乌克兰国家通讯社6日报道称 泽列斯基会见了到访的克拉维尼奥 泽列斯基对葡萄牙的支持表示感谢 并通貌了乌军在前线局势 双方就进一步加强防务合作进行了磋商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